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游浪旅行两年,我花了30多万 并且感觉已经上市了社交能力 接下来是我的真实经历 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长 希望能给想要远行的朋友一个参考吧 2020年我决定了出发旅行追梦 寻找新的方向 我变卖了资产,筹集了20多万 然后花2万多买了一辆摩托车 我想走遍中国 完成多年前的梦想 顺便也出去看看能不能找个好商机 重庆出发,京成都 川西,甘南,西北大环线 宁夏,内蒙,东北大环线 走遍了东山省34个地级市 之后进入河北,百津,山西,陕西 到成都后就走318进西藏 出发半年后我接触了自媒体 到拉萨后我又认识了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 在拉萨的某个自驾游停车场 人人都在玩自媒体 我在拉萨待了一个月左右吧 我开始文献了 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之后就开始学习自媒体相关的知识 但视频的收益总是三毛五毛 一块两块 我做人嘴比较笨啊 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没有口才 对自媒体而言 我没有优势 但我还是想努力 离开西藏 我进入了云南广西 在年底的时候 我看见了我的创作收益 发布的一条旅行见闻 有600多的收益 当时我就想着这收益还不错啊 一条视频就有600多 我要是持续更新视频的话 这说不定还是一条不错的路 只要我肯坚持 虽然大多数自媒体人都没有做起来 但万一我是意外呢 既完成了我走遍中国的梦想 搞不好还能创收 这次也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后开销吧 毕竟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我能追上自媒体的尾巴 也还不错吧 之后就尝试着持续更新视频 然而我跟大多数自媒体人一样 别说有钱了 就是买大米的钱 就不够 碰了一笔子的粉 我想的例外并没有发生 之后就经常断根 没看见收益就缺少了动力 从出发到现在一直感觉很迷茫 好不容易看见了一点希望 没想到这么快就破灭了 慢慢的我就没有再更新视频了 当然我的流浪旅行还在继续 21年3月我到达了海南省 当时的候鸟还没有飞走 认识了很多旅居生活的朋友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年龄从不会走路到90多岁的都有 在海南环岛我也去了很多地方 发现这种候鸟式生活的人太多了 他们大多数都是家用车 做了一些简单的改装或者是家装 能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 属身床车嘛 再次旅居生日 旅居朋友应该是生日聚餐的时候吧 我好奇的问他们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子的生活 他们回答我当时就梦了 就是活着 就是活着 当天我喝了点酒 趁着酒进我说了很多 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不应该这样子 应该努力奋斗 应该努力去拼搏 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当时在场有十多个人吧 没有一个回答我 气氛真的很尴尬呀 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有个年龄烧长的大哥吧 谎问了我一句 你努力工作 为了什么 还没有等我回答 他继续说的 努力就是为了钱 而大多数人 都是为了人民不服务的 大多数人都是给人民不服务的 有了钱虽然说可以更好的生活 但这个过程会让你很累 很多人辛苦工作 买一套房 大半辈子都压得喘不过气 好不容易还完了贷款 你的机情估计已经磨灭的差不多了 只有少部分人是幸运的 看我们这些人 你觉得过得不好吗 我没有回答 我还问了他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他说没有意义 后来有个提前退休的教授 是教授还是老师 他给我说 其实大多数人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普通人可能过了40岁以后 最重要的价值感就来源于传承 事实不惑嘛 就意味着你过了40岁以后 你发现你的理想啊 你的事业呀 你的这个那个呀 其实都是虚妄 人生啊 金雄人物的人生改变历史 普通人的人生 也就是怎么做过完这一辈子 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没有太大意义的人生 变得有点意识 让自己过得不至于太辛苦 这就可以了 很多人问我们 问我们这些放弃挣扎的人 给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 能者多劳吗 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就补去给社会添麻烦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大的价值 在旅行中尽量不去给别人添麻烦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帮助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不是说你去工厂里面打螺丝才有价值 才给社会创造了价值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价值的体现本身就是很微小的 教授这些话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意义是什么 在出岛的轮渡上 我旁边就是坐了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 因为晕船吐到一地上都是 我给他递了纸巾 然后也闲聊了几句 从海南岛出来意义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 我想问一问那个老年人 我问他你之前知道自己晕船吗 他说知道 不但晕船也晕车 我继续问他 你知道晕船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人来 家人来为什么不陪你 来海南岛有什么特殊的事吗 他说没有来过海南岛就想过来看看 晕船这么严重 还要来海南岛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他说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我才 才要来找到这个意义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老年人这些话让我记忆很深刻 我经常用 我经常用这句话来回答朋友们的疑问 你这样的旅行有什么意义 我会回答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我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我才要出来找到意义 离开海南岛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想回家换车 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流浪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旅行有什么意义 我想换种方式 换种方式去寻找意义 四月我回到了重庆 第一时间去买了车 穷有都是骗人的 旅行的开销 真的不小 两年 我花了三十多万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 买车后我的机器已经所剩不多了 不能再支撑我这样子为首一为了 认识我时间长的朋友 就知道我以前有个手心良好 以前做生意时买的 我拿去卖了 当时急于出手 只卖了八万多 之后就给车做了一些简单的改装 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我就继续出发远行了 自媒体我还想努力一下 再次远行 从重庆出发 经川西 经川西 青海 新疆 又进了西藏 视频也是断断续续在发布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很难出现一条视频有上百的收益 大多数时间都是几毛啊几块啊 就这样子 仔细更新一段时间 我就变得比较懒伤了 因为没有看见希望 到现在我发布了400多条作品了 并在全网做了分发 这让我入不敷处 目前我去了很多地方 现在已经掏空了我的所有积蓄 还是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 反而变得更加孤僻 甚至感觉我已经丧失了社交能力 自媒体也没有做起来 之前每个月流量费多到500左右 上个月我流量费已经超过1000了 外面的世界真的太精彩了 年前因为列情焦虑 我买了一个手机 1TB的 每月房款500多 这段时间我又买了一个相机 每月房款也是将近500 这让我雪上加霜 接下来我不知道怎么继续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感觉真的好乱 长时间的旅行我已经视觉疲了 那种看见美景就激动和兴奋的感觉 我想我应该很难再有 因为旅行这两年我失去了态度 挺后悔的 但我没有选择 我最后的退路就是 我那个手机号 但是我已经把它变卖了 自媒体 自媒体是搞得一地鸡毛 但我整理 整理了一下思路 我还想再挣扎一下 但愿我能在乱七八糟的旅行生活里 找到快乐和自己 我是小明 我现在在西藏 希望我的真实经历 能给想要远行的朋友 以及想做自媒体的朋友一个参考 自媒体做起来的是极少数的 而社会远方都是需要物质的基础的 同时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问题 或者是建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针对大家所提到的问题 做一些专题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 感谢观看